古今風雲人物 梁武帝 蕭顯 主持 張偉國 羅永生 南寧蕭氏 梁朝是中國中古時期 魏晉南北朝的南朝 宋、齊、梁、陳的第三個朝代 開國之君就是梁武帝蕭 蕭顯自稱出自南寧蕭氏 南寧是郡望 三國晉朝以後推行九稟宗政制 一些家族為了顯示本族出自名門 曾相追認古代明將相大臣為祖先 以祖先的居所為家鄉,稱之為郡望 這些所謂名門望族後人 無論遷律到任何地方,仍然標榜、棍望 以強調家族品級高尚 區別於其他同性家族 蘭寧蕭氏就是崛起於東進之後 在南朝至徐唐興盛一時的新興名門望族 蘭寧蕭氏出過兩朝皇帝 就是南朝的第二朝代齊朝 和第三朝代梁朝 古今風雲人物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是張偉國 我是羅英先生 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一個全新的風雲人物 中國古代的名人 梁武帝燒演 第一個問題是 這個人又不是很出名的人 在一般的歷史書中 約略提一下就有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講這個人物呢 因為其實他雖然不是統一天下 但是他的影響很大 因為在中國歷史上 如果做皇帝時間內 他都是第三四位 最長的當然是康熙帝 然後就到乾隆皇帝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漢武帝 五十多年 但其實還有一個先秦時期 有一個秦超皇也是五十多年 這樣到了四十多年 梁武帝燒演在位四十八年 沒錯 接近半世紀 在中國皇帝在位年資來說 最初五位肯定 當然 因為以前中國的人 都不是太長命 所以能夠在位四十年以上 都很少 加上譬如唐元宗李隆基 在位大概四十年左右 另外一個宋仁宗 在位四十年左右 除此之外 能夠超過四十年不多 並且做皇帝做到八十多歲 至加班都很高手 因為那個年代 公園大概五世紀左右 人的平均生命 是四十幾五十歲 先紀任皇帝 每個都是五十多歲 已經拜拜 他可以很高手到八十多歲 現在還不止是這樣 而在那個年代 從東進到宋齊梁陳 整個南朝 大概兩百幾三百年 這段期間 很多皇帝 數之不盡 很多都是年少在位 然後被政變 死於非命 有很多人 而梁武帝的宵演 很長壽 不過在晚年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 我們所謂的挫折 這個最大的挫折 是侯境之亂 餓死台城 兵變被圍攻的時候 是死在敵軍的包圍裡面 另外方面 他在中國領域上 有一個很特別的皇帝 也是一個很宗教的皇帝 傳統書叫做菩薩皇帝 他也對中國佛教已經很厲害 比如我們現在中國佛教信眾 是吃素的 就是由他開始 之前可以吃菩薩 信眾可以吃菩薩 甚至出家人都可以吃菩薩 但是梁武帝開始 就雷利風行 他以身作則 信眾開始吃素 我們說中國佛教開始餘素 就是從梁武帝開始 梁武帝編寫很多佛經 他自己的佛經 其中一個梁王燦 到今天 在佛教的寺裡 都有些名氣 他不單是佛教中人 甚至是琴棋書畫 楊楊佳能 他信佛之前是信道教的 他整個家族都是道教的 譬如一些教名 什麼知、道、子 等他家族 各個都有個知字 道字、子字 全部都是教名 天師道 天師道 所以我掌握後 這個人 在歷史上 都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 特殊的人物 所以我們在這裡 想詳細說一說 其實在上世紀80年初 著名學者 北京大學的已故教授 周一良先生 寫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就是叫做 《梁武帝及其時代》 是的 這篇文章 周生就是我們上過他的課 所以跟周生都很熟悉 我有一個典故說 周一梁六思 住在東大地 北京大學的東面 一些平房 煙百元 他住北流 你知道北京 向南就是溫暖 住北流就是向北 凍到臭梗 幾十年來 凍到他不得了 後來 北京大學 和清華大學聯合 建了一個 為老師們的豪宅區 叫做南奇營 周老師搬去南奇營 解除了幾十年來 韓府之地 故事就是這樣說 周先生說了梁武帝及其時代的文章 影響力很大 揭示了梁武帝燒演 在歷史上的一些作為 有些意義 和他在佛教 南北朝時代的一個重要指標性的作用 並且說 南朝是從東進、宋齊、梁武帝 但其實梁武帝是一個轉折 因為他慢慢擺脫了東進和宋齊的陰影 然後下開後來是徐唐之先 所以那個時代是一個轉變的時代 無論在制度上、思想上、宗教上 文學上也是 文學上也是 因為他的兒子 超名太子蕭筒 與他的幕僚 聯合編轉了一個很重要的文學文選 一般叫做超名文選 超名文選 是唐朝人 必讀之書 所以唐朝很多文學家 沒有看過超名太子的文選 簡直是不入流 另外肖謙年輕時也跟一個很友好 就是沈約 沈約再向宋齊良知 但是沈約為於佛教扯曲 掌握了繁音的所謂奕陽頓倉 而創造了中國四星 令中國伊聞大放異彩 觀看於唐詩、宋慈的仙鶴 因爲如做愛大家 因為中國的文字 釗名說了 中國論文字 也是一些方塊字 喜歡讀音是沒辦法掌握的 很難掌握的 唯有偏旁讀某些音 是近似的 反撤也用拼一下拼一下 後來佛經傳入之後 這些文人們從佛經那種拼音文字去學習了反撤 於是到了審約的時候 審約就拼上去入四星 後來再發展為陰陽拼上去 我們廣東話九星 這就是所謂的景靈伯友 所以以後慢慢有機會再講到 梁武帝這個人 在當時的歷史上發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個人物 在歷史上的技術很有趣 梁武帝宵演自稱是蘭陵蕭市 蘭陵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用地圖看看 山東青島西邊 有一個城市叫林怡市 林怡 這個林怡 那個怡字三點數有根字 做了一根兩個根 根根計較一根 這個地方的河叫怡水 山東省東南部 流落淮河的一條支流 這個林怡也有名 因為這個地方在春洲戰國的時候 曾經是一個軍事專家 孫殯和孫殯的家鄉所在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武學是非常出名的 孫子兵法 近三十年前 有人在林怡的墓裡面 找到一個竹箭 戰國的竹箭 戰國的竹箭有孫子兵法 兩孫並存在這個墓裡的竹箭 還有一件事 到了戰國末年 有一個很著名的學者 叫孫興 或者我叫孫興 孫子 因為得到當時楚國的宰相 叫春生軍王傑的聘請 做老師 他就在蘭陵 林怡附近的一個縣城 叫蘭陵縣 來到港學 開壇港學 吸收很多年輕弟子讀書 其中包括李思 韓飛等人 在蘭陵讀港學 所以我相信這個地方 是歷史文化比較悠久 而這個地方 在今天山東 但是呢 梁武帝蕭遜的家族 他又不在山東 南京去 在今天南京去 主要在今天鎮江 鎮江南邊 叫丹羊的地方 前年 我和一班朋友 去探訪丹羊附近的 蕭氏故里 這個所謂齊良故里 裡面還有很多齊良兩朝皇帝 靈墓的石刻 在這裏 分散得很重要 在田裏面 我們去到梁武帝蕭遜的墓 隔離墓幾遠 走二十分鐘 腳步程左右 就是齊明帝蕭遜的墓 兩個墓隔了二十分鐘左右 中間是甚麼地方 很多黃花菜 一片的黃花城外 我們在黃花之中走 看完蕭遜的墓 中間都經過蕭遜的爸爸 蕭遜之墓墓 然後再往前走 就是蕭遜的墓 所以可想知道 這些墓就散佈在丹羊的所謂郊區 另一方面 史書記載 這個學家很大傳 就說蕭氏一族 無論蕭道成 也許是蕭河的後裔 史書記載 藍齊書記載 但後來學者認為 這個應該是假托 沒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他們說蕭望之 是其中的組相 但實際上蕭望之和蕭河是沒有關係 漢書記載得很清楚 這就是涉及一個困望的問題 為何在今天的鎮江附近 即是丹羊附近 出生成長的一個年輕人 一個家族 他自認是山東省的蘭寧人 並且是蕭河的後裔 這就涉及了 在東漢一直到魏晉南北朝鮮 的一個困望的問題 世家大座 所謂困望是什麼 就是在一個 在東漢以後 官場裏面 逐漸出現了一些 世代做官的家族 那些家族 為了標舉自己的 所謂遣赫的家世 於是就將自己的家鄉 表決出來 譬如在狼爺地方 姓王的人 是世代做官的 於是他自稱狼爺王氏 而在太原姓王的人 世代做官 他自己叫太原王氏 在羽南郡 羽南 今日的開封附近 羽南原家出了什麼 羽少、羽術等等的人 以前我們已經說過了 羽南的原家 後來沒落了 便沒有了 取而代之是陳流的原氏 這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古代中國歷史裡面 這些世代做官的家族 為了要標舉自己的高級地位 於是 用自己家鄉 作為那個標籤 我就是狼爺王氏 我就是蘭寧蕭氏 這個家族就是怎樣 是陳郡謝氏 陳郡想謝 其他姓謝的人 很想攀附 很想成為一份子 所以每個人都說 大嵐且不是 都說自己是跟這些 狼爺王氏、陳郡謝氏 有關係 於是 這個郡網 逐點形成了一個 大家族的標誌 並且這些所謂的風氣 是社會供應的 統治者也會扭轉 因為大家覺得這些才行狗 並且 他的延續性 比皇朝還要延續得久 因為這些家族 因為我們本身有個家法 有一種自己的 學養門風 是凌駕於政治之上 大家是很傾慕的 並且往往希望攀附 甚至希望跟他們聯分 但這些世家大族很特別 他們是族來分 即是高門大族 相互之間是子弟 子女互相嫁娶 是自己幾個家族裏面 其他人是不能夠插足其間 是的 就算這些家族都遷復了 去到首都 在東進以後 遷復到江南 他們都是聚逐而居 而且他們的婚姻關係 都是幾個家族之間互相結婚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大家看細說新語 細說新語裡面 狼爺王氏的子弟 個個都是很大有前途的青年才俊 當時有一個高官 高評性欺 欺鑑 高評人欺鑑 是外契 東進的外契 想找狼爺王氏的子弟 做他的女婿 於是便去到狼爺王氏的家裡 登門造房 叫你這些青年才俊的子弟出來 讓我選女婿 這個欺鑑去到之後 逐個年青的狼爺王氏的子弟 逐個看 看看個個都 裝促 個個都扮得很漂亮 希望能夠攀附欺鑑的家族 這個欺鑑搖頭 這個又不行 走過 在一個房間裡見到一個坦空露背的人 沒有穿衣服 躺在床上 在打俘虜 這個可以了 這個可以了 這個打大赤蠟 露出了肚腩 打俘虜的人 那個是誰呢 叫王氣之 這個人 因為躺在房間的東面的床 所以叫做東床快勢 這個故事是這樣 可想而知 這些名門望族之間 是用這個方式來做什麼 互結婚姻 當時社會流傳就是 婚患就被這些高門大族全全壟斷了 他們做官是做高官 清官 衛高權重 但不用做事 點銀做事 這些很重要的雜物 給下級的人做 因為做這些樹母 會沾沾了他們清高的性格修為等等 所以婚患當時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是世家大陸 不得參與其中 可以這麼說 因此的緣故 在整個東進 一直到南朝 甚至到唐初 這些所謂門帝氏族 成為了整個 我們所謂政權裏面的 一些最重要的顯客的人物 俗語有一個說話叫做 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世俗 因為高官品級高的官員 寒門 即不是世家大陸出征的人 是沒有資格上位的 如果你是下品的 做低級官員 那些高門望足的人 是看不起的 不會有人做的 於是形成一種社會風氣 甚至乎我們說最高峰的時候 就是這些高門勢做 甚至那個聲勢比天子還要厲害 例如東進初來 黃與馬共天下 指的是誰 就是黃道、黃燈兩兄弟 狼爺、黃氏的子弟 比你東進的開國皇帝 司馬蕊還要厲害 當時的史書 駿書記說 司馬蕊要黃道和他一起上禹床 不是現在睡那張床 因為以前是直地移床 直地移床的時候 有一張很大的 好像我們有些孫之椅 鬼妃椅 然後床上還有肌 有肌有浪腳 然後可以喝茶 這張床很大 不是睡覺的床 只是長椅 差不多是長椅 所以李伯的床前 明月光 而是地上雙 的床 不是那種床 而是我們休息 大家聊天用 平時上朝的皇帝 都是坐禦床 黃與馬共天下就是這樣 表示當時的皇帝 都明白到 他的世衛 他的影響 似乎不及狼爺王氏 有個故事說 大家知道 進武帝司馬炎 他的兒子 長子 衛帝 司馬忠 是有少少的 我們所謂的 何不食肉 藥子 藥子 白癡 所以大臣 覺得 如果帝衛給了太子 實在是太可惜了 於是大臣 對著司馬炎 摸著床 皇上 此床可惜 此床可惜 即是說 萬一皇上你駕崩 將床給了弱智的兒子 但江山可能敗了 果然司馬忠繼位之後 根本什麼都做不一樣 由他的太太 賈皇后 賈南峰 賈皇后 搞動什麼 當時的繁王之間的矛盾 因為駿朝的繁王 很多的勇重町 有實權 駐守著幾個國內的重陣 包括葉城 包括洛陽 長安 等等的大城市 於是賈南峰 挑動這些繁王之間的矛盾 大家起兵攻佛 然後自己希望再享其成 最後互相攻佛之間 大家結怨甚深 而軍人 這些繁王起兵來互相攻佛 軍隊從何而來 招募胡人 招募胡人就僱傭兵 主要有兇奴人 因為有一部份兇奴人 歸附了南峰奴 歸附了晉朝之後 在今天山西一帶放牧 這些兇奴人又可以打 騎馬又厲害 又恐武有力 於是那些繁王 不斷招募兇奴奴人進來 替他們打仗 流冤流冲 另外 在北方的繁王 招募一些鮮卑人 呼喚人 加入騎兵團 總之各方面都招募非漢族 勇武的外族 壯大自己聲勢 希望逐陸中原 對 控制大國 這些所謂 僱傭兵的首領們 想想想 我替你們打生打死 有什麼作術 不如我自己稱呼 於是入侵中原 五胡亂話 最後一個繁王當權的 東海王司馬越 被揭人 揭護 首領叫石勒殺了 這時中原陷入極大的動盪之中 這個極大的動盪之中 和這些世家大族有什麼關係呢 留下一次繼續